以巴衝突 以巴衝突 是不是漸漸的要變成 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黨了呢 會員 好的確 我們看到 以色列日前是已經宣布說 他們在加薩這邊 也就是說在以色列南部的作戰 會逐漸的強度降低 反而會將這個重心 轉移到以色列北部 跟黎巴嫩交界 主要就是因為要來針對這邊 真主黨的戰火 來做一個正面的因應 而且這幾天 其實我們可以不斷的聽到的是 黎巴嫩的真主黨 還有以色列雙方都一直互嗆說 那就乾脆正面一戰吧 這使得歐洲國家還有美國 都非常的擔心中東的衝突 可能外溢 那當然歐美都希望 藉由外交的管道 來調停這樣子的衝突 那可以看到 這是美國有派出一名特使 叫做霍克斯坦 他連日來是走訪了以色列之後 又到了黎巴嫩這邊 來向黎巴嫩這裡傳話 那他是來和黎巴嫩的國會議長貝瑞表示說 希望能夠他向真主黨來轉達說 如果真的把以色列惹毛開火的話 黎巴嫩的真主黨不可以來寄望說 美國有這個力量去約束控制以色列的決策 是說如果說以色列真的是已經決心要對黎巴嫩來開戰的話 有可能美國這邊是完全擋不了的 所以意思就是希望說真主黨本身自己也可以自治一點 那麼另外來看到 以色列現在內閣在政府上面還有一個麻煩 就是說納坦雅胡他原本最中心的一個鐵票倉 也就是極端派的猶太教信徒 又稱為是哈雷迪教派 那這一派的信徒最近是因為說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說 過去他們是不用當兵的 但是現在這個禮遇取消了 也就是極端派的猶太教的信徒的義男 你在義男年齡的你通通一定要是當兵的 那這樣子就有可能重創了納坦雅胡的支持度 因為這個族群向來就是他的鐵票倉 那為什麼會要求說這一派的義男必須要當兵呢 就是因為他們之前就是執行著很古老的宗教傳統 那他們最主要的任務也就是研讀那些經文 所以他們幾乎不學習現代的知識 也不受這個現代的法律控管 因為就是說在以色列法律有給予他們很大的優待 那其中一個優待就是義男免疫 所以在10月7號以色列對哈馬斯開戰之後 其實以色列軍隊前線就有人手不足的問題 或者是說很多後輩義男很不滿說 為什麼會有一群人一直好像在享有政府的優惠 那其他人非常的努力 結果都是由他們來享受 因此很多很多的抗議跟衝突發生 那現在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裁定 當然會重傷納坦雅胡這邊的支持度了 好 所以其實現在來看到 那韓雅胡這邊又多了一個麻煩 好 另外是關於烏俄戰爭 我們從外界來看就覺得這個戰爭 現在好像陷入僵局 一個星期前烏克蘭開和平峰會 是不是只是開心酸 或者是有什麼進展 另外國際社會對於俄羅斯 現在有什麼新的行動嗎 惠雲 確實會令國際社會感覺到比較憂心 或者說比較灰心的是說 目前儘管有很多的國際行動 包含制裁 處罰等等的 但是對於俄羅斯來說 實際上好像沒有什麼效力 那現在來看到就是說 國際行事法庭 提出了對俄羅斯的第14輪的制裁 這一次制裁的總共有61家的企業 這當中絕大多數都是俄羅斯企業 但是有包含19家的大陸企業 這當中這些大陸企業 他們就是被指控說 透過輸出一些軍民兩用 這些明目上 我要看起來比較模糊的商品 實際上就是去援助俄羅斯 對烏克蘭的戰爭 因為他們的企業的用品 有包含在這個戰爭的用途上面 因此受到了歐盟的制裁 那這些廠商當中還包含了 兩家是全球衛星供應商 那另外還有一些公司的總部 是位於香港的 還有其他被制裁的企業 包含都是跟俄羅斯 跟中國大陸比較接近 比較走得近的盟友 包含像是土耳其等等的 也在這一波制裁範圍之內 那另外也傳出說 擔心受到美國的制裁 這個俄羅斯的平面媒體報導說 中國大陸的銀行 還有暫停了俄羅斯分行的業務 那就是希望說 避免受到進一步的金融制裁 不過在烏克蘭的這邊 另一方面就是說 烏克蘭斯基最新證實說 他們換回了90名的戰俘 而這90名戰俘 現在已經平安的與家人團聚 那澤蘭斯基是很感謝各方的努力 也說烏克蘭是永遠不會忘記 這些為戰爭犧牲的人們 一定會把他們平安帶回家 那澤蘭斯基的談話裡面 也有特別提到說 他感謝阿聯大公國 在這當中的斡旋跟協商 好 協會員帶我們看到在中東還有在烏克蘭戰爭幾個最新的局勢 這一場辯論的表現如何格外重要 美國總統大選辯論倒數計時 川普已等不及在造勢場合展開毒捨攻勢 諷刺拜登就算提前到大衛營 閉關準備也可能是在打瞌睡 川普還暗示現在的拜登恐怕得打上一針才能上場 不過拜登陣營也不是省油的燈 加碼推出全新競選廣告 除了強調當年的國會之亂 也緊咬墮胎權議題 吸引婦女選票 分析認為拜登陣營想把川普塑造成精神錯亂的極端形象 而川普也想凸顯拜登記憶裡衰退 美國專家研判這將是一場極其醜陋難堪的大選辯論 另外川普也預告已經選好了副總統搭檔人選 屆時會在辯論會當天證實對外兩項 副總統搭檔人選 王董已經答應合作了 市民要你當簽約的代表人呢 我當代表人 TV集團代表來了 你好 我代表TV集團王常發董事長 請來談我們合作的事 放馬過來 到我們家來提前 可以這麼快嗎 一年不行的話 兩年 你不會吃啊 我等兩年吧 兩年可以吃兩個小孩在那裡 不會太快